歡迎收看這樣才有梗進來學超能力 被動原件大廠國聚2月29號召開法說 他們公告去年第四季的財報 每股的稅後純億EPS達到了41.8元 他們董事會也決議 每股你配息20元配股2塊 因此呢 每股的股力合計是22元 也創下了5年來新高 好 公司有沒有賺錢 這跟企業人士的營運大有關係 我們就來看 證交所最新公開資料 上市會公司的監視以及監察人的酬金 到底有多少呢 好 第一名是誰 就是上市公司國聚 以8766萬拿下了冠軍 而且他還纏連兩年 台積電呢 是以7439萬排名第二 第三名是中信金的6246萬 第四名的大力光是3737萬 元大金是名列第五名 好 根據證交所的資料呢 2020年有將近40家的上市公司 每位的董事酬金都超過千萬元 這樣的數字就讓國聚的員工很不滿了 因為國聚去年大賺百億元 只發給員工一個月的年終獎金 即便他們績效是excellent 也就是特優啦 集好這種集聚的 也只有1.14個月 難怪就會被外界講了 國聚怎麼對員工這麼小氣呢 不過對於投資人來講 股價是不是可以持續的往上來走 才是重點啊 以花旗環球的資料來看呢 國聚最近的幾年是透過了併購啦 還有切入高端市場 業務轉席的成掉現在被低估了 因此呢 他們給國聚的投資的平等列為是買進的 推估他們的合理的股價達到了815元 也超越了其他內外資的目標價 另外富邦投顧 他更是一口氣呢 把這個合理股價呢 從585元現在調高到了700塊 另外大摩也認為呢 其實這一年國聚的合理股價是落在640元 不過就在國聚法說之後 他的後世會如何發展呢 我們把時間交給分析師溫瑋傑 請說 國聚在2月29號舉行了法說會 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佈去年的營收的狀況 那去年的營收呢 是年減了11%以上 那毛利率是來到35.5% 那麼在毛利率的部分呢 這一年是減少了4.5個百分點 那營業利益率的部分則是來到19% 也同樣出現了年減將近快5個百分點的一個發展 那當然以現在目前看起來去年2023年 每股營收EPS是來到了41.8 那公司董事會決議是在今年要配發現金股息20塊 然後股票鼓勵是2塊錢 那當然以現在目前國聚的一個營收狀況來說呢 一月份的合併營收是來到了100億左右 那年增率有大概17%到18% 那麼當然國聚的這個公司派有特別提到 目前是因為這個所謂的 特殊品跟標準品的整個BB Ratio都在1% 在1這上下附近 所以預估就目前看起來 第一季的合併營收會比較偏低一點點 但是還是正成長 那相較於去年的第四季 大概是持平的一個狀況 那大家特別關注的焦點是在於今年的一月份 今年的一月份呢 它是一個完整的工作天數的月份 所以其實如果今年的一月份相較於去年 非完整的工作天數的營收來得更差 或者是只有持平 那其實表示在今年的第一季 它的接單狀況是相對比較差 所以一月份的營收狀況是可以值得做參考的 那在產能利用率的部分呢 應該大概會跟去年的第四季差不多 那在這一次的國聚法說會之後 一般外資對於他們的一個看法會相對比較正向 那其中的這個美系外資 那認為沒有降價的一個風險 而且他認為未來這幾個季度 會因為市場上的需求有效的改善 會推升國聚未來的一個業績的展望 那未來在庫存的部分 也相對是比較健康 那價格沒有下跌的疑慮 所以對於國聚的整個產品的策略也好 或是未來的營收狀況呢 都是蠻看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其實從整體來說呢 國聚的這個平等 相對於是沒有調降的 仍然是維持在買進的平等 那當然其實還有其他的這個美系外資 是有調降目標價的一個發展 那麼最重要的關鍵仍然是在於說 未來的後市展望其實不太明朗 那對於國聚來說 大概他的產品線上面 都是相對比較分散 那幾乎這幾個產品線的這個佔比 大概都是在20%上下左右 那麼他的產品別呢 也分散的非常的明顯 所以對國聚來說 經營風險的部分是相對比較偏低 因為畢竟他的相關的這個 分散的狀況是比較明確一點點 所以其實對於 未來的這個營收的波動性來說 相對會比較偏低 那所以在整體的國聚的股價上面呢 可能大家還有稍微留意一下 現在目前的國聚股價呢 是在這個反彈當中是碰到了 季線的一個反壓 目前是在大概560這附近 那反彈來到了季線這附近的位置點 那麼在上個禮拜 五的表現呢 相對是不錯的 那大概是預期 這個法說會有不錯的一個展望跟說法 但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最近整體的一個籌碼變化 在外資的部分 從今年以來 大概國聚是都站在賣方的 那投信的部分呢 也是一樣是站在賣方居多的 所以其實就目前籌碼面來看 外資投信都是站在賣方 那麼股價縱使有一些反彈的狀況 也都沒有能夠有效的 站上季線的一個支撐 反而是出現了月季線死亡交叉的一個態勢 是呈現中空的一個格局 所以其實這一次 國聚的這個反彈的狀況 就要看能不能夠 帶動月線翻揚 甚至能夠站回到季線以上 才能夠確保在這一次的這個 股價上面有一些優勢展現 否則他大概就是一個 利空之下的一個反彈行情而已 並不容易有延續的效果 所以對國聚的投資 其實我們對後世來說 還是站在比較保守觀望的一個態勢 立刻下載晉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二手掌握新聞 行約 bloom